嗨 , 大家好 , 又是 Patrick 在同大家講金和銀 上一集播出後 , 由於大家對 AI 讀出 , 我做過資料表示不滿 故今集沿用本人讀出 , 不過 , 我亦會用 AI 製作同一集 所以大家可以收看分別由本人發聲和 AI 發聲版本 我會將 AI 版本的連結放在片尾 , 希望大家支持 大家睇完之後 , 歡迎留言給我 在第一共和銀行賣盤後 , 另一家銀行又出事 聯儲局一如預期 , 加息 0.25 里 究竟以上事件對經濟和黃金板有什麼影響 ? 事不宜遲 ,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3年 5.1 期金銀周報 隨著美國三家銀行接連倒閉 陸續有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引告一場全面的信貸緊縮 有可能將美國經濟推向衰退 特拉斯聯儲銀行早前發出月道的調查報告指出 貸款需求指數以進一步下降至 2022年 5月以來最低 銀行業人士報告商業活動惡化 此項調查發現貸款量下降 主要原因是消費貸款大幅收縮 與此同時 , 野學者認為銀行會收緊放貸標準 減少對家庭和企業的信貸發放 有大行認為破產威脅最嚴重的行業 包括有房地產 , 醫療保險 , 化學和零售行業 由此中小企經營如此困難 美國各地小企業破產數量激增 今年已經超過2020年以來的高位 同時估計 , 2023年民營企業破產申請 已遠超過疫情初期紀錄高位 現時市場低估美國企業的信貸困境 David Spidell 首席執行官 James 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公司於4月17號向新澤西州破產法院 申請第11張破產保護 並在3天後向賓夕法尼亞州提交警告通知 並說張財源9236人 在 First Republic Bank 破產之後 睇吓經濟學家講什麼 宏觀經濟學家 Henryk Siebert 表示 股市可能會走向歷史最大崩盤之一 根據 Henryk 的講法 股市可能會上漲 而美元對於藍資外幣的美元指數可能會下跌 在預測到2024年會出現反彈後 Henrik 認為 隨著美元指數呈泡物線式的飆升 股市將崩盤 Henrik 說 我們將迎來自1929年以來 最大股票風險資產的崩盤 深度衰退 但首先是令人難以置信 且非常討厭的爆破頂部 衝頂回落 意思就是 在泡沫到頂之前急升 接著下來狂射 他將在崩盤前 將投資者拉向錯誤一邊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另外,聯安首席經濟顧問 毛哈密表示 好似美聯儲這些大型機構 必須迅速應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宏觀環境 對於缺乏大眼性的企業 以及經營方式 不宜適應高利率的世界企業 我們可能會睇到更多財務壓力和破產 更長時間後者包括商業房地產 其關鍵時刻在於未來18個月內實現 因為超過1萬億美元資產需要再融資 相信大家都認出圖中左邊的位是股神巴菲特 右邊的位是巴郡副董事長 蒙格 他接受外門訪問時警告 美國銀行充斥了商業房地產不良貸款 隨著租高時刻到來 加上房地產價格下跌 這些貸款將變得脆弱 目前美國每家銀行的商業房地產貸款門檻 都比半年前提高 他注意到銀行已經開始撤出商業房地產領域 目前情況不像2008年金融危機時那麽差 不過銀行業會遇到很多麻煩 美林前首席北美經濟學家 David Rosenberg 預測 美國將在9月陷入衰退 他還睇到股市下跌20%破壞性信貸緊縮 旭頓商科教授 Jeremy 表示 不要被當前樂觀的財務貴所迷惑 因為美國經濟正在經歷信貸緊縮 影響存在 只是未出現在數據上 世界黃金協會 WGC資深分析師 Cristian Cheng 當中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3月 購入17.3噸黃金 這意味著新加坡央行 在今年首季已經購買68.7噸黃金 將黃金儲備提升到222.4噸 較去年12月底多了45% 中國則是另一個在3月增持黃金儲備的國家 人民銀行報告額外購買18噸黃金 WGC 指出 這代表著中國連續5個月購買黃金 黃金總儲備增至2068噸 另外Cristian 又稱 印度亦多買3.5噸黃金 今年首季度共增持7.3噸黃金儲備 印度央行現在持有794.6噸黃金儲備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認為 通脹不會快速回落 因此減息做法並不適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 在今次會議上的確討論過暫停加息的可能 但最終沒有決定在5月這樣做 但聲明刪去暗示進一步加息的措持 市場相信已經接近停止加息時間 鮑威爾補充指 今年加息0.2500 決定得到FOMC委員廣泛的支持 就原則上而言 他認為沒有需要加息至太高水平 正在評估利率是否已經能有效地限制經濟 讓通脹回落 大家請注意 聯儲局連續第10次加息 這可能將世界最大經濟體推入衰退 而經濟衰退指標 美國3月和10年期債息倒掛 曾擴闊至190.79的基點 創有紀錄以來最闊 收視報190.53基點 連續兩日擴闊 市場衝憬快將停止加息 在亞洲早上時段 美匯DXY下跌至101 黃金升至2056美元 白銀升至25.7美元 最近睇我的片 新舊網友都多了很多 我要親自多謝大家 但在4月份Youtube的統計 收看我的片的觀眾 有38.6%還未訂閱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們的訂閱 是我做片的動力 請按下鐘仔 給點讚我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很仔細睇 請睇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黃金又升穿2000美元之後 專家分析 今次金價應有能力 企穩2000美元後再上 亦與過去兩年 多番觸及2000美元關 輾轉回落的情況大有不同 原因是市場普遍預期 美國經濟衰退將來臨 所以資金傾向規避風險 轉拍黃金和債市 有夢推高金價創新高 長遠估計建2200至2300美元 換言之 較現有水平 至少有10%上升空間 由於現時黃金投機倉位非常高 故不排除短線 黃金會先行回調 但應該是1900美元建大支持 值得留意的是 數據顯示今年首季 聰明錢向全球最大實物黃金 ETF GOLD SHARE 淨流入6.53億美元 規模是自2022年首季流入72.9億美元以來 貴度最多 而且去年各國央行購買黃金數量 按年增加152% 總數達到1136噸 前面亦提過 各國央行在今年仍然繼續購買 反映黃金成為央行大戶和散戶用作避險工具 跟住就是今期的總結 當4月4號發布就業報告時 聘請放緩震動金價走高 最新報告產生同樣影響 這正是你應該期待5月2號發布的最新就業報告 延續勞動歷史長狀況下降和收緊趨勢 僅隨著滯脹性衰退 開始在美國經濟做深化 報告發布前6月23號的 Comics 黃金交頭在1990美元附近 報告發布後2小時 價格接近2200美元 同期7月23號的Comics 白銀 從24.9美元上漲至25.5美元 貴金屬價格正在上漲 因為美聯儲老莽持續加息政策 正在對美國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這一點變得更明顯 專家認為現在正在過度加息 來抑制經濟增長 美聯儲很快必須開始新一輪降息和量化寬鬆的政策 Comics 的貴金屬意識到這一點 並做出相應的反應 價格從2022年底低點大幅上漲 美國很多本地和地區銀行的健康狀況不斷落發 使美聯儲的處境進一步複雜化 過去6個禮拜 見證美國歷史上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四大銀行倒閉 星期三、四號 由彭博社率先報道的Ped West Bangkok 是最新一家受到不確定性打擊的地區性銀行 之前有傳媒報道 這家銀行正在考慮一系列戰略性的選擇 包括出售 其股價在星期三盤後交易中暴跌52.5% 不知今次輪到誰進行收購 而銀行的倒閉潮 大家未開始見到商業地產崩盤惡化帶來的壓力 等到這些損失開始出現的時間 就算摩根大通和其他所謂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將無法吸收所有損失 接下來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內貴金屬價格上漲是肯定的 大家應該繼續做好相應的準備 我都講過多次 歷史是會重演的 但不會簡單地重複 當股災來臨 我估計黃金有機會升上4000美元 白銀也會升上100美元 不過最後都我講句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我的新片通知 請給我點讚 歡迎你們留言 你們每一個留言 我都仔細睇看 如果你喜歡Karma頻道 請你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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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